疫情全球大流行 不少欧美国家采取封城措施 反观台湾 有没有可能要走到这一步呢 国内医师认为 疫情目前都在可控制范围 没有大规模传播倾向 而台大公卫学院专家表示 以病例再生数R0值作为评估指标 也就是如果每一位患者 可以感染的人数大于1.5 就应该采取局部性封锁 范围从中心点的半径5公里起跳 如果R0值大于1.7 封锁半径达10公里 相当于涵盖整个台北市的面积 才可以避免社区感染 不过目前台湾的R0值只有0.3 距离考虑封城还很遥远 为了防毒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 不少国家陆续采取封城措施 加强控管民众行动 降低感染风险 国内医师强调台湾还不会走到这一步 尽量避免就可以避免 因为我们其实可以针对 重点式的防疫去控制疫情的扩散 日外那个是开阔的空间 人跟人之间没有接触的活动 像那个时候就不必去禁止 有没有必要封城台大公卫学院副院长 陈秀希以病例再生数R0值 作为评估指标 也就是每位确诊者可感染的人数 台湾目前约为0.3 专家指出如果R0值大于1.5 就应该采取局部封锁 范围以中心点的半径5公里起跳 R0值假如超过1.7 半径达10公里 相当于涵盖整个台北市 一旦便利再生数达到2 这代表双北区域通通得封锁 另外同样是公卫专家的副总统 陈建仁分析 各国疫情还在上升阶段 相缓和至少还需两个月时间 目前台湾只有零星 无法追溯感染源的个案 不做普检 着重在密切接触者 以及高风险族群检验 符合成本效益 民众那么多 感染的人数是很少的 只是百费利息而已 现在其实已经扩大了 我们筛检的对象 至于对所有没有症状 有症状的人 全部一律筛检的普筛 是并不必要 公卫专家已现有数据推估 到了4月底 台湾境外移入 加上本土感染患者 恐怕突破千例 能否持续守住防线 避免病毒进入社区 成为首要目标 记者陈子凡 黄明胜台北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加剧 确诊案例攀升 台中市府也为停课做准备 台中市长卢秀妍表示 3C设备 网络等短时间 恐怕无法即刻补足 而且大量使用线上教学时 就连网络都会当机 所以提出 如果到时候全国停课 中央可征用无线四台 做教学平台 全国统一授课 建议出有不少学校校长 也表示赞同 针对部分居家检疫的学童 台中市教育局已进行线上教学 学习不中断 台中市教育局才独有的 叫做加入计划 但若疫情更加严峻 发生大规模停课 市长卢秀燕更提出 征用无线四台做教学平台 全国统一授课的建议 因为他们是无线电视 没有网络的问题 也不需要一些3C的设备 那也许可以征用他们 当作一个教学平台 因为不是每个学童家里 都有网络 3C设备 再加上大量使用线上教学 网络可能会当机 市长建议中央 协调教育部与NCC 征用无线电视可供时段 让各地万一都有 停课状况发生时 可透过电视授课的方式来进行 其实每个管道 给停课或者停学的孩子 一种学习机会 我们都是赞成的 学校校长队 能有另外的授课管道 表示赞同 毕竟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学生的授教权 不能被牺牲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中央研究院爆发5个人 群聚感染武汉肺炎 而这里头有一名确诊个案 在3月12号晚间 在体育馆待了大约两个小时 时间大约是在晚上的6点半 到8点25左右 不过使用过了哪一些设备 还不清楚 目前体育馆已经消毒完毕 暂时封闭 不过跟体育馆相邻的活动中心 因为确诊个案都没有入内活动 依旧开放 虽然有专家认为 如果这名到过体育馆的确诊个案 是当天被感染 传播力应该不强 不过有医师说 这次的病毒史无前例 一旦被感染 刚开始的传染力就很惊人 国内最高学术殿堂中研院 不抵武汉肺炎疫情侵袭 包括从美国返台的台籍老师 三名研究员 和其中一人的同住女友都确诊 群聚感染再扩大 除了其中第一位确诊 待过的研究室紧急消毒 随着其他个案足迹再公开 连体育馆也暂时封闭 有名确诊员工 十二号晚间 曾进入体育馆两个小时 不过像是游泳池 健身房 球场以及跑道等等 他用过哪一些设备 外界不得而知 消息一出 体育馆活速消毒 人员忙着清洗 打扫膳后 尽管院内专家表示 假设该确诊个案 当天被感染 几个小时内 病毒尚未充分发展 没有传染力 但在医师眼中 看法大不同 病人一旦生病 一开始病毒量就很高了 这个病毒就是不一样 他一开始感力就很强了 病毒威力不可小觑 大家担心的还有这一处 乡邻体育馆 130公尺的活动中心 许多员工喜欢相约 一起用餐 就怕也有感染风险 不过院方再生强调 四位确诊人士 都没有到过活动中心 另外从23号起 院内约300人 经匡列区要居家隔离 或者自主健康管理 因此通通改成居家办公 14天就判群聚感染止步在现阶段 记者陈寅如 蔡玉如台北报道 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 尽管年轻族群罹患 武汉肺炎较少并发重症 但是根据美国这阵子的观察 发现年轻人感染风险不小 像是20岁到49岁的人口 确诊之后 有53%需要住院 虽然死亡人数较少 但是住院数多 国内医师也提醒 年轻族群感染之后 如果一开始肺炎情况严重 还是会导致肺纤维化 肺部纤维化就是肺有一部分失去功能 对运动的耐受性会变差 而且更容易被其他的细菌病毒感染 而目前台湾出现 4岁年纪最小的确诊患者 医师也提醒 年纪越小越要注意 尤其是1岁以下的幼儿被感染之后 住进家户病房的比例会比较高 生日叙旧聚餐约不停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不少年轻族群还是时常约吃饭开趴 但是要注意了 别以为年轻力壮被感染后不会怎么样 年轻人的得病的风险跟成年人是一样的 根据美国观察也发现 年轻人感染风险不小 像是20到49岁的人口 确诊后有53%的人需要住院 虽然死亡数比较少 但住院数多 国内医生也提醒 年轻族群感染后 如果一开始肺炎情况严重 还是会导致肺纤维化 肺部遭到病毒攻击后受损 但肺部再生能力本来就不佳 越年长越无法再生 只好用纤维化的方式 把肺部受损的地方补起来 但也导致能够正常运作的肺部少了一大块 肺纤维化就是有一部肺部 它就没有功能了 那因为成年人 他的肺部不会再生长了 也就是说你本来有多少肺 现在就减少了一部分的肺部 肺部一旦纤维化 对运动耐受性就会变差 无法从事马拉松或爬山等活动 也更容易被细菌感染 年轻人不得不提高警觉 而日前台湾也出现4岁 年纪最小的确诊患者 医生提醒 年纪越小要越注意 儿童感染通常比较轻微 可是一岁以下是例外 一岁以下可能会比较严重 比较容易进交互病房 医生表示虽然儿童感染时长 没有症状 但还是有感染力 可能感染家人 不能掉以轻心 江江江江台北常常报道 日前一名居家检疫者 上夜店玩乐被警方查获 夜店也决定暂停营业 避免可能的群聚感染危机 而新北市三重知名KTV 同学会开出了第一枪 创全台KTV首例 即日起暂时歇业一周 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其他的KTV也能一起防疫 业者一早落下铁门 因为接下来的日子都不会营业 随着疫情升温 为了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门口贴出大大公告 决定暂时停止营业 重点就是 希望就是由我们这边 就是抛砖引玉 然后让其他家的KTV业者 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做所有的那个防疫措施 新北市三重知见KTV 每到假日 总是人潮爆满 就怕成为群聚感染场所 关门期间员工也没闲着 全面进行消毒 忙着拖地用酒精擦拭麦克风 包厢内来来回回 任何地方都不放过 就是先决定暂停一周以上 那营业损失的话 我们初步估计 至少会200万以上 尽管歇业带来损失 还是防疫优先 除了新北市同学会 宣布暂停营业 台北市有夜店业者 也决定歇业 台北市东区知名夜店 先前才爆出反台民众 没有居家检疫14天 跑到夜店狂欢的案例 店家决定23号开始停业 另外两家夜店也宣布 不营业 正值防疫紧张时期 警方加强领检 业者也纷纷歇业 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记者徐杰 林娇贤 新闻事采访报道 受到疫情的影响 放无薪假的人数 持续创新高 截至3月15号 全台已经有109家企业 3800多人放无薪假了 但是人力行推测 无薪假高峰期 恐怕才正要开始 甚至不排除有企业 会跳过无薪假 直接裁员 有高达71.1%的企业认为 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远高于当年的SARS 其中又以航空 观光还有餐旅 堪称是三大惨的业别 疫情的爆发 公司会给每个组员 配戴一个N95的口罩 正在家自主健康管理的 空姐Vivian 本来是在东协航空公司 转飞中国航线 但因为疫情爆发 航线被迫停飞 只能放无薪假 月薪瞬间从五万变一万 原本有十二班的勤务 变成一个月 只有一班的国内线 公司也在这边 要求我们放完所有的年假 也开始申请无薪假 另外惨遭疫情波及 薪水也被腰斩的 还有他James 原本是位工程师 但因为来自中国的 订单量雪崩 让公司决定裁员止血 现在只能靠事业 给付和打工 勉强过活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有高达71.1企业认为 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远大于当年的SARS 而以劳动部统计来看 目前放无薪假的人数 也持续创新高 二月中有22家企业 569人受到波及 但到了二月底已经翻倍 三月中放无薪假的企业 更冲破百家 有3835人大数冲击 但高峰期恐怕才正有开始 无薪假 今年高峰应该是还没有看到 尤其说有些雇主 可能干脆就跳过 无薪假的计算直接裁员 疫情还没退烧 航空观光和餐旅 堪称三大产业别 老板员工都焦虑 武汉肺炎疫情 打乱所有人经济布局 解释续续中台报道 防毒武汉肺炎 台中市目前居家检疫关怀人数 截至上午9点为止 来到了5681人 但是有议员踢报 北区有一名17号 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居家检疫者 已经居家检疫7天了 竟然还没有收到市府的 居家检疫关怀包 而另外一位严小姐更惨 她人已经出关了 但市府的防疫关怀包 还有物资包 一样都没有收到 让议员痛批 难道市府说的超前部署 只是口号 你政府一开始就说有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到后来我都还没收到 我今天都已经出来了 那这些东西到底在哪里 严小姐从法国旅游回国 按照中央规定居家检疫14天 人都出关了 市府的防疫关怀包物资包 竟然通通没收到 因为我比较幸运的是 我还有家人可以帮我送东西来 送水什么的 可是如果说她今天 她是自己住的呢 她没有办法出门 她是不是就是 就真的消恶意 严小姐说 当时向黎干事反映 黎干事只是不断强调 关户包再过几天就来了 直到现在连一个影子也没有 苦主不只有她 黎明17号 从英国留学坏的学生 已经居家检疫第七天 物资一样没收到 那市长卢秀渊一直在讲 所谓的什么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连最基本的防疫包 都没有办法提供好 那台中市政府 叫做什么超前部署 议员痛批 是否反应慢慢拍 因为关户包内的口罩体温计 对受检疫人员非常重要 若口罩不足 或民众无法随时掌握自己的体温 就有可能产生防疫破口 那我们要紧急调货 口罩没有问题 温度计有问题 到今天下午 我们就会通通都补齐 今天会请各公所赶快 拿了以后赶快把它罚完 关户包不足 民政局长亲自道歉 强调原本准备了两千份 但民众陆续回国 检疫人数从八百多人 变成五千六百多人 主要是温度计不够 才会导致关户包 无法及时配送 对民众反应 市府强了下午就会补足 各地里长也会持续关心 不让居家检疫者 因为物资不足 违法外出 成了防疫破口 接下来我们的城市 杰梁志祥 台中 掌握到